這次跟大家介紹 怎樣把牛肉切到外面餐廳 好像在吃韓燒一樣的樣子 是不是很漂亮呢 好像一條鏈一樣的切割 我們外面吃韓燒 吃燒豬腩 那些豬五花的切割 這次就示範一下 怎樣把肉改到緊一樣在家裏煮飯 Hello 歡迎收看不熟不食 我是Arthur 我們今集煮一個很簡單的西餐 之前大家應該看過我煮這個封門樓 Hanging Tender 我們這次簡單剩下一次 但這次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我們這次有些很特別的切法 令到出來的樣子 比我們平時煮牛排更加漂亮更加特別 而且見到它的時候 都很想去吃它的衝動 假如大家出去吃這個BBQ 即是韓燒那些 有時候你會見到那些豬腩 都會用這種切法方式 我們首先簡單介紹材料 我們這次會用來自Soulson Station的 封門樓Hanging Tender 這次這隻是稀份一點 又便宜一點 而且都給你剩下好 你沒有東西要做的 你拿出來就用得了 那除了它之外 也都準備了一些預先切好的蒜片 和乾蔥的片 你稍後會用它來起鑊 然後西式調味料 百里香 那這一隻牛呢 都是我們平時在奧利高買的 那就是冰鮮貨 那什麼是冰鮮貨呢 即是說從來未被急凍過的肉類 急凍牛肉和冰鮮牛肉呢 最大分別就是 在那個味道上面 肉質上面都有很明顯的分別 那我們先就拿一塊出來 很大塊是吧 裡面有兩塊 那這塊肉怎麼樣呢 你可以用保鮮紙包它 抽真空入冰箱 看你什麼時候會用它 你可以Portion up 即是切開一份份 在你適當的時候 就拿來用也可以 必定會有的一個洞 因為Hanging Tender 其實是說這塊肉 是吊起的時候那個樣子 Hanging Tender的樣子 所以其實這件肉的名字就是這樣來的 那把廚房紙 先將它的表面就引一引乾它 這一隻都是華嬌的級數 即是和牛級數 你看一下它那條紋 永遠都是V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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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中間帶條根 這裡有個洞 那其實這件肉 就九成都是封門樓來的 藍一條根那個角度 自己留意一下 條根其實就不是直的 可以打斜的 所以就分角度 我們把刀在條根上面切下去 咦 拉一下 完美的切法 兩枝木筷子 用來做什麼呢 就用來傍著這件肉 好了 封門樓它的紋是這樣的 即是怎樣都是有個角度 所以就不要切下去的紋 我們是要它連體的 黏著一起的 那我們怎樣做呢 就是用一個筷子 頂住在側根 然後斜刀 大約是45至40度 那就切到這件肉那裡 每一刀大概是半cm 其實沒什麼所謂的 你自己喜歡就可以了 這個做法呢 可以令到煮的時間縮短 因為我們暴露出來的 肉的表面多了 碰到筷子就好停了 筷子的作用呢 就是令到你切件肉的時候 不要切爛它 不要切斷它 不要切開它 就是少少幫你頂住刀的 不是叫你切到筷子上 所以木筷子呢 好處就是可以幫你射住刀 真的把它切下去 都不會傷你的刀刃 好了 我們切開了一片片 這麼漂亮的尺寸之後 拿開筷子 翻轉 這樣 一樣筷子放著 這次的角度就不是打斜 這次角度是打直的 什麼叫打直呢 就是跟它垂直 Perpendicular 去打橫的 我們直刀90度切下去 一樣切到你的筷子就停 厚度跟剛才的半cm就一樣的 有一點點午叉都不要緊的 是要做出來的樣子 是差不多均一就可以了 我們變完魔術了 那件肉之後會變得怎樣呢 是不是好像外面吃韓燒那樣呢 OK 由於這件肉呢 我發覺它太長 所以我就把它切了一半 其實兩個人吃這個份量都很足夠 OK 第一件事都是平時的 基本調味 鹽、黑胡椒碎 適量 那這個做法呢 其實呢 是可以令它更加容易入味之外 因為我們把調味料 是放在每一片肉中間的部分 那更加容易入味 還有呢 它的熟度都很容易控制 小心一點 因為其實我們切出來中間 剩下的位置 即是不斷的位置都很薄的 所以就不要太大力去壓在肉那裡 輕輕把調味料呢 就放在肉的裡面 還有外面這些位置 都要上調味料的 輕輕調一調味 OK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過去鑊那邊先 用煎pan 我們要開火加熱 那這個時候呢 都可以將適量的橄欖油倒下去 什麼為之適量呢 真的要比較多 因為我們要炸一炸我們的蒜片 還有那些乾蔥絲 那這一步呢 就可以凍油做的 那我們就把它們搓在一起 用來養開它 然後呢就放在油的上面 給一些少許鹽 令到它容易一些釋出水分 那想節省些油呢 那其實呢 可以將它們呢 就推過去鑊邊 用個小火慢慢炸 那這個很快 那炸的同時呢 將它受熱平溫呢 可以用木筷子 不停將它們攪拌 令到那個溫度呢 就不要只是集中在一點那裡 乾蔥蒜的味道呢 出來的事情又不同一些 比較好吃的 比我們平時就這樣可以煎 都起碼多些花筍 沒有那麼悶 大概是這個程度 看不見了 金金黃黃 我們關火它 用個網 隔光它們 你獲得到我們的蒜油呢 獲得到我們炸出來的乾蔥絲和蒜片 而且它的效果呢 都很乾身很香脆的 看不見了 很熱 OK 我們清清這隻鑊 假如黏那些 滴不完出來的那些 就抹一抹走它們 然後將那些油倒進去 開火 小心點 油熱的時候將肉放進去 所以要好一點 可以拉開一點才放 由於肉被我們拉開了的關係 我們不用再用鑊鏟去壓它 我們煎的時候 就把它抹開一下 令它的形狀煎出來漂亮一點 好像抽鎖鏈那樣 是不是跟我們一般煎牛扒的外貌有很大分別呢 煎到差不多 我們反轉它 好漂亮 這樣煎它的好處 你可以直接看到裡面的那個生熟度 所以有時候我們韓燒 就可以那麼輕易掌握到它的生熟度 因為其實我們煎的時候 可以看到裡面是什麼程度 煎到是怎麼樣的 是不是這件事簡單了很多呢 嗯 OK 這個時候差不多 關火 用鑊的餘溫 找點牛油 放進去 少許百里香放進去 然後做一般平時的方法 Base牛油進去 鑊要關火 要不然牛油會焦 就可以把牛油放在上面 然後淋一些牛油進去 重量是要拿去 我們Base好牛油後 把它 rest 5分鐘 然後就可以進行切割 你見到肉裡面比較紅 對嗎 當你切開之後 它會繼續氧化 它就会变成粉红色的样子 封门楼的颜色是这样的 但是当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生熟度去调教 切开一半,搭起它 将表露出来的一片片的肉向出来 上面放我们炸出来的干葱丝、蒜片 少许黑胡椒碎之后 这次这个牛就完成了 封门楼大家不知道吃过没有 解完没不妨试一下 用优惠买有优惠的 这个肉本身是偏甜,是比较软身一些 很多人都适合吃的 煎熟一点都可以的 还有这个做法除了在家里煎牛扒之外 你也可以应用去烧烤 或者是在家里做韩燒 都一样是可以用肉去这样改出来的 希望这条片对大家会有得着 起码不用整天煎牛扒那么悶 喜欢的记得不要忘记 按赞好、订阅、分享出去 追踪Instagram 下次见,拜拜